葵冲村多座大厦被围风禁足多日 垃圾堆植问题引起关注 政府就找临时承办商接手清洁工作 承办商说因为担心有感染风险 在请工人时有难度 葵冲村疫情大爆发 至少两名清洁工人确诊 约40名工人被送往检疫 令到全村清洁工作没有人做 政府临时找了另一间承办商接手 已经将一度堆积的垃圾混走 清洁工作已经回复正常 临时清洁承办商负责人 连日来都有到延长视察 为清洁工友打气 清洁工人的工作包括将每家每户 放在门口的垃圾 收集放在各层的垃圾槽 再由中央系统集中处理 遇到大件垃圾就由人手收集 搬到楼下再由垃圾车混走 他们也都要清洁消毒公共区域 甚至要拆干净这些用来装派发食物的箱 临时清洁承办商也都特别要求 员工加强防疫 包括每四个钟更援防衣 手套等 不过他说请人那时遇到不少困难 有人做了一天之后 觉得危险就没有再做 要不是补充人手 都是有点担心的 但其实坦白说我们所有从业园都很大胆的 在过往就像沙士也好 现在疫情到现在也好 一有什么事都冲到第一线 因为你知道一有疫情我们就要去做消毒 我也希望大家都见到清洁工保安员也好 也就是要大家加许赞订他 因为其实以两年多来说 我们这些前线服务员 都是全力去面对我们整个疫情 承曼商说 由于工作性质有一定危险性 他们在请记者邱乐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